各位,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人 他的价值观与永恒观已经不一样了 因此他活在地上的观音不会浪费掉 乃是天天在完成主的使命 但是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挪去了信徒在主里的关心与生活 使他一直被沉迷在世界 或是被短暂的问题产生 以至滥费观音了 所以主要我们做个敬畏神的智慧人 一个智慧人也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 但是他却有正确的价值观与永恒观 使他绝对会看重他在地上的观音 各位,我们是否常常因短暂 可变的情况和感觉里 叫我们失去观音呢? 让我们先一起来翻开今天的经文 在一部所书五章十五到十六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单向智慧人 要爱惜观音 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各位,什么是爱惜观音呢? 爱惜观音的原文是指赎回观音 对一个还不认识主的人 他们天天都是在浪费观音 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与永恒的时光无关的 而对于我们重生的信徒 我们是要用自己地上有限的观音 来赎回永恒的时光 但是现今时代的邪恶 绝对会阻挡信徒 爱惜观音 这邪恶的时代是最黑暗的时候 是一种潮流 风气 文化 情报 知识 人的话等等 特别魔鬼是用这些来混乱我们的心思意念 比如要得福的灵 体贴肉体的灵 戒律 论断的灵 人本的灵 等等 全部混杂在一起 这些都是要夺走我们对神国的关心与兴趣 这样我们不能从主的真理得到确据 也无法认定主的旨意是什么 如果信徒的心被世界夺取 他一直会被困扰的事担忧 以致他的心灵绝对无法祷告 他的祷告也跟永远的国度没有连接 因他的整个关心 情绪只是在自己的孩子 健康 感情 婚姻 成功 或是在经济上 叫他一直在那个地方挣扎 一直在问题里面打转 其实他是在浪费整个观音了 他的每一刻都被现今邪恶的时代偷走了 各位你是否发现这现今的邪恶如何夺走你的观音呢 所以主告诉我们要当向智慧人 因为这现今的时代邪恶 所谓智慧人不是办事能力很强 不是很有机制 也不是待人很圆滑 这不是属于天上的智慧 乃是地上的智慧 若以地上的智慧为根基 为自己的好处 是不能发自于爱神爱人 也胜不过环境 胜不过自己常常受控告 嫉妒 比较 纷争 惧怕的心等等 主说的智慧人是认定神的话语 神的道路和意念为最高的智慧 或许神的话不是马上解决你暂时的难题 但却是要把你带到永恒的眼光 人的眼光是很容易被暂时的感觉 情况 肉体的需要受到影响 而失去永恒的眼光 所以不能很坦然面对主 也不能继续跟从主 顺服主 虽然我们常常会被地上的问题 情况受影响 但在这当中 主要赎回我们的心 为的是要将我们进到永恒的价值 并且问题的后面必定有福音的门 为我们敞开 因为现今的时代越是黑暗 主的光越是要显露 所以我们要向智慧人 凡事都认定主 虽然我们会软弱 然而当我们凡事认定主 我们更是不会浪费观音 我们会对时间有一个明确的感觉 不单是要过得充实 更是在地上的每一刻 寻求主的美意 尤其在黑暗时代 要快完成主给我们的使命 或许有些人会说 我在软弱当中 怎么爱惜观音 怎么完成主给我的使命呢 其实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更是不要浪费观音 那是要用我们的软弱来祷告 寻找神的美意 寻找神更细密的爱 你寻找了那就是主的光 然后你把主的光 向更软弱的人 更无助的人分享 那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的软弱 和所面临的情况 成为灰心 善打 浪费观音 自暴自弃 乃是要将我们的软弱 成为需要主的心 将我们不得需要 依靠事实 然后发现 主是如何爱我 与我同在 祂的应许是如何不改变 这就是不浪费观音 那继续蒙圣灵的光照 我们才能够在软弱里面 恢复灵力 所以各位 盼望我们追求 做个智慧人 能爱惜观音 虽然我们都会在软弱里 都会一时之间 被情况 情感 饱满的事影响 然而 我们继续认定主 寻求主的心意 我们整个时光 省事 反事里 都会被圣灵充满 使我们能在这邪恶的时代里 继续发光作严